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神 今天我們來算盜版恩創欸 POPPY PLAYTIME 嗨 果然這種現象級的遊戲啊 你先來打開手機 隨便滑滑商店上面 你就會找到欸 頭拉庫奇奇怪怪的POPPY PLAYTIME 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帶大家看看商店上面 有哪些奇奇怪怪的盜版的POPPY PLAYTIME 欸 也隨便趁這部影片 幫大家留言破解一下下 一些網路上哪些訊息是假的 哪些訊息是真的的 那在今天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 欸 我在網路上面找一些 簡奇怪怪二創同人的POPPY PLAYTIME 玩給大家 看看到底有多蠢的話 別忘了給他留下一個 大大的喜歡 讓我知道 那 我們這一集呢 看看可不可以突破一萬個喜歡 好了好不好 我在網路上去尋爸爸 還有沒有什麼更好笑的遊戲 玩給大家看 好 那 輸了這麼多 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商店上面欸 到底有多少種POPPY PLAYTIME 超多種好不好 超多種 這樣子隨便滑下去大概有 目測大概有五十幾種吧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載個幾款 然後來看看 呃 玩起來 到底好不好玩 像不像真正的POPPY PLAYTIME 說到真正的POPPY PLAYTIME 說到真正的POPPY PLAYTIME 大家在這個茫茫大海中啊 請認清 請認清一個東西 你可以確定它是正版的 嘿 就是開發商 這個開發商是Mob Game Studio 只有他們發行的遊戲 才是正版的遊戲 你看他們發行的遊戲 賣了大概十萬份 然後你看 盜版的 我剛剛好像有看到什麼 500 500萬 為什麼 為什麼一個盜版的遊戲 可以比正版還多啊 然後你看這個啊 這個是別人二創的 二創的一個故事 I'm not the monster 什麼Huggy Wuggy 是個藍色頭髮的小男孩 然後被抓去改造啊 跟大家說說 這個官方 一點一點都沒有說 Huggy Wuggy 是藍色頭髮的小男孩改造而產 雖然有丟出一點點小小的提示 但是 這些通通都只是二創的劇情 不要Youtube上面看到什麼都是真的好不好 就跟我的封面一樣的 不是看到什麼東西都是真的好嗎 那 在網上滑的話 這裡還可以看得到 十萬份 這個就是Huggy Wuggy會打電話給你的 一個APP 到底誰要下載這種東西啊 然後這又是什麼啊 這個是貓咪會打電話給你 好啦 說了這麼多 說了這麼多 我們隨便安裝一個 給他下載下來來玩玩看好的好不好 我啪啪兩聲之後 我們 就來看第一款遊戲 嗨 我們看到的第一款小遊戲叫做 POPPY CRAFT 看起來挺像是Minecraft的欸 他還有每日登錄喔 你每日登錄還可以拿到 還可以拿到Koko欸 不過看起來挺精緻的啦 他的POPPY是有 是有模型的欸 那你如果連續登... 喔 這音樂很Dope 你如果連續登錄七天的話 你會拿到一隻綠色的Huggy Wuggy 好的 那我們 好可愛喔 中間真的是會動欸 不過 背景是背景 然後模型是模型 不過 他模型放的位置 其實還蠻好看的 左下角這邊有免費的禮物 跟每日簽到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東西 GTA mode是什麼啊 蛤 這裡呢 欸我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還有 呃 Kissimissi 然後還有很多很多的 Mini Huggies 所以這邊有Huggy Wuggy 跟Kissimissi 還有三種不一樣的顏色的 然後每一隻 他都有屬於他自己的能力 我們這隻藍色的Huggy Wuggy 他...喔 這隻叫做Huggy 這隻叫做Wuggy 這隻叫做Quiggy 這隻叫做Doggy 這隻叫做Wuggy 那他是誰會亂按鍵盤的吧 哈哈哈哈 這隻呢 欸 是傳說等級的喔 然後他們好像 還有技能的樣子 不過技能看起來像是 像是都是同一種技能的 Fu 對 那後面這幾隻呢 欸我可以藉由看廣告 就可以直接拿到 那你覺得我要 呃 解鎖這幾隻嗎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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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直接用Huggy來玩好了 好不好 下面這邊呢 欸有任...任務 為什麼有... 喔很多關欸 很多關欸 好我們從第一關開始玩起好了 好不好 好好奇喔 到底什麼遊戲啊 怎麼了喔 3 2 1 Ready go OK 我沒有想到他是3D的欸 而且 我可以動欸 這是GTA在結合Minecraft 我可以看到我的臉欸 然後 前面...前面的校車有什麼 這絕對是GTA 你看正上方跑人在跑馬燈 他那個字體就是GTA的字體啊 呵呵 什麼聲音啊 有車車欸 HELL 有我手邊這邊有兩個技能是要看廣告的 但是我可以瞄準他欸 裡面那個傢伙是誰啊 蛤啊 貓圖音啊 呃...我能夠... 喔...我以為這是放屁 這是什麼聲音啊 Huggy來我這種聲音啊 呵啊 呵呵 呵啊 那我可以...我可以截車嗎 我那個截車嗎 我沒有辦法截車但我可以撞他 我還有什麼技能啊 蜘蛛絲 為什麼我會蜘蛛絲啊 呵呵 我又不是媽咪 好 我再穿穿看直接對 車車使用蜘蛛絲好了 呵呵 好無作用 呵呵呵 高一點點呢 沒有辦法欸 他會自動鎖定 他會自動鎖定 所以我沒有辦法 啊...我們...我們... 兩台車撞在一起啦 呵呵呵 好正合我意正合我意 所以蜘蛛絲沒有半點 沒有半點用處 這是什麼啊 蝙蝠車喔 他們還會迴轉欸 唉唷 高智能AI遊戲 這個是什麼 蛤 蛤 蜘蛛...我是蜘蛛人吧 哈哈哈哈哈哈 喔 難怪我在覺得哪裡怪怪 這是皮特帕克的聲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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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這根本是蜘蛛人壞魔術 哈哈哈哈哈哈 這又是什麼 WOW 我噴錢了欸 GTA的Coco 我給你保證啦 蜘蛛人也沒有辦法這個樣子 這個是...小丑嗎 他看起來像是小丑 你看他的嘴巴 蛤啊 一百分 滿分 這又是滿分 好不好 各位 這又是滿分 而且...這...像是GTA 又像是Minecraft的世界 是怎麼一回事 啊...我現在才注意到 我有血量 然後我有...雷射...雷射儲存槽 然後還有...呃...體力 是不是啊 可是我剛剛...好像是有... 消耗雷射儲存槽的樣子 這邊有任務欸 任務裡面是說 我要幹掉...五個敵人 所以我剛剛已經幹掉了一個了是嗎 我再幹掉一個好了 OK 他...他完全沒有增加... 他完全沒有增加的意思欸 呃...那我能夠... 我能夠踹他嗎 根本踹不到 哈哈哈哈 啊...我現在才注意到我的...移動旁邊還有一個按鍵 哇... 哈哈哈... 啊...這是體力啦 然後這邊好像有一個任務點欸 我能夠跳... 喔天哪 喔天哪... 有沒有那麼難移動啊 我能夠...邊跳邊吐蜘蛛絲嗎 蛤... 不行...不行...各位... 我...努力按他了...你要相信我 哈哈哈...你看我還延遲射擊欸 好...我們...呃...去正前方看一下那個... 紅紅的點是什麼 哈哈哈... 為什麼哈記會這樣子跑啦 喔...過關了 好...他說...喔...我沒有能量了 我如果要...啊...如果我要有能量的話我可以花... 呃...三...三十秒去看廣告 我不要啊...我要直接走進去 好的...他說我完成了我的第一個任務 接著我的...下一個任務是... 破壞...車...車... OK... 破壞車車是我在行的啊 嘿咻...我一台一台一台破壞車... 這到底是什麼遊戲啊 哈哈哈... 欸...老實說這款遊戲跟喝一汪也一點關係都沒有 哈哈哈... 看什麼...欸... 等一下我補包欸 他怎麼撿啊 喔...靠近他就可以撿起來了 會補體力嗎 也沒有...也沒有...那體力是自動在回的 好...那...我直接... 我這樣快多了 我的桌子很強欸 他說可不可以幫我們評價五顆星 我再考慮一下啦...好不好...我再考慮一下 欸...我們過第一關了欸 幹掉所有的殭屍 這遊戲有殭屍... 這遊戲有殭屍... 這裡是...欸...沙堆 只要我們去找殭屍 所以... 我這個...任務到底... 要如何完成啊 幹掉五個敵人 啊...我... 這幹掉的人都不是敵人是不是... 啊... 對啦... 我應該才是那個敵人吧 對不對... 真的有殭屍欸 好餓喔... 遇上殭屍會發生什麼事情 殭屍算敵人吧... 對不對... 我剛剛如果是在欺負品... 喔...好餓喔... 蜘蛛獅到底有沒有用啊... 喔...有用了... 那吹人有用嗎... 喔... 喔... 我的蜘蛛獅會腐蝕人欸... 直接化成白骨... 天啊...我才是殭屍吧... 那這招呢... 喔...有點危險...有點危險... 小心一點點... 蛤...是我無影角... 沒有用... 他...挺弱的欸... 嘿... 哈哈... 不是啦... 無影角到底要什麼狀況下才用得上啦... 那我可以直接撞飛他嗎... 告訴我可以... 好嗎... 欸咻... 我跳個... 衝刺... 不行... 喔...可以... 我... 我... 我先...我先把他撵爛... 我先把他撵爛... 哈哈... 喔... 才三次殭屍而已嗎... 喔嗨... 可以看到更多殭屍... 喔殭屍變得多了欸... 我們到底要玩幾關呢... 這種分開... 哈哈... 我們把這關再破掉... 如果下一關還是要幹掉殭屍的話... 我就不玩了好不好... 我想看看... 我想看看這兩周到底是什麼欸... 喔對... 我把網路關掉了... 這樣子就不會有廣告跳出來了... 好吧... 那我們... 就... 不要好奇這兩招是... 第一招可能是龜派氣功啦... 第二招... 什麼... 落...落地垂擊... 看起來應該是這個樣子啦... 好啦...我們把這幾隻... 可愛的小殭屍幹掉...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到下一關去看看... 這裡還有... 很多隻欸... 來囉... 欸... 吃我蜘蛛心... 吃我蜘蛛心... 不要問我... 我跟媽咪學的... 好不好... 我跟媽咪學的... 媽咪是不是... 天... 我剛剛以為是天上掉... 掉下來那個欸... 掉下來補包之類的... 好啦... 剩下最後一隻殭屍我們把它... 給幹掉吧... 結果一下下... 所以... 某一些... 某一些傢伙會怕... 會怕蜘蛛心... 欸...沒有飛機欸... 喔... 下一關是劫匪欸... 劫匪... 劫匪跟僵屍... 講... 講的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走... 我們... 去看了一下下... 劫匪跟僵屍到底... 講的哪裡... 不一樣... 如果... 如果真的很不一樣的話... 我在玩下... 哼哼哼哼哼哼哼... 到底差在哪... 哼哼哼哼哼... 喔... 我看出來了啦... 我看出來了啦... 欸不對啊... 直接被你頭上拆砂刀幹嘛... 你長得跟槍士一樣欸... 一模一樣欸... 很失望欸... 下一款遊戲... 齁... 看起來有點像是... POPPY PLAYTIE的感覺了... 至...至少我們是第一人稱了... 不是... 乖乖的HollyWoggy第三人稱GTA麥塊... 他叫我按右鍵... 我可以伸出我的手什麼欸... 我可以拉東西欸... 然後再按... 左鍵... 喔...很酷欸... 解謎... 兩隻手一起按... 呃... 這個樣子... 這個...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欸... 有點Fu欸... 有點Fu欸... OK... 所以只要靠左右手解謎就對了... 好的... 我大...大...大致上理解了... 如果我們用我們的紅色手肘的話... 會叫出綠色的方塊... 我... 必須把這個東西... 叫過去接住它... 好的...理解... 完全理解... 欸咻... 這個樣子... 喔...很酷欸... 呵呵... 好...這個...左手... 左右手按不到... 喔...我只是... 喔...我只是按電梯而已... 好...呃...我們不要碰到那些炸彈... 先把...這個給打開... 然後... 欸...它需要動腦欸... 這是幹嘛... 呃... 喔... 喔... OK... 拿到一個...特殊的文件... 放上去...喔... 它是鑰匙卡... 欸... 這遊戲做得很好欸... 很讚欸... 好...這個...呃... 它連接電都可以喔... 欸...這遊戲做得很好欸... 意外的比... 剛剛那部好很多欸... 哇... 要靠紅色的手球把它抓過來... 做得很... 喔喔... 喔喔... 不要過來... 不要過來... 好欸... 呵呵呵... 好玩欸... 好玩欸... 上樓... 欸...超好玩欸... 超好玩欸... OK... 這是第二大關了對不對... 好的...先把... 蓋子拿起來丟掉... 它的物理做得很棒欸... 這個一過去之後... 再把它給夾起來... 然後... 紅色手手拿起來之後... 插到電源上面... 我們... 就會往前走了... 紅色手手跟... 藍色手手一起放上去...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下載到一款好遊戲了欸... 雖然它是二創的... 但是... 二創的很有創意欸... 好...呃... 我們... 先來把... 炸彈拿...拿起來... 然後咧... 引... 爆它... 感覺起來應該是要... 喔...我懂了... 我們要拿對方塊... 拿對方塊... 喔... 欸... 欸... 很有趣欸... 好的...欸...拿錯了... 如果這個有時間... 喔...拿錯的話就全爆了... 好的... 好的... 只要不要拿錯的東西... 我們都有... 都有地方放就對了對不對... OK...沒有三種遊戲... 我在幹嘛... 如果這個有時間限制會變超難欸... 對不對... 如果這個有時間限制會變超級困難欸... 嘿嘿嘿嘿... 衝好玩欸... 嘿嘿嘿嘿... 烂七八衝好玩一通欸... OK... 動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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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腦...然後...呃...直接... 關起來... 裡面的是什麼啊... 好...先這個樣子... 我把門扣住... WOW... 超聰明的欸... 好的...呃... 這可以射東西... 射東西...射東西... 好...他現在跟我們接住... 又來了...又來了... 3...2...1... 射擊... 好耶... 嘿嘿... 喔...不行... 多射擊發...多射擊發... NO... NO... 喔... 喔... 很緊張欸... 嘿嘿... 哇... 各位... 我沒有想到我玩一款同人遊戲... 也玩那麼嗨...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又是做什麼啊... 喔... 要去把他給你接住... 我其實挺難的欸... 要接多少啊... 我不知道接多少... 但我們... 嘗試讓每一個洞裡面都有一些好了... 好不好... 這個... 感覺很難進來欸... 喔...有了... 好... 紅色的按鈕給他按下去... 下一關... 下一關... 他每一關都很有創意欸... 嘿嘿... 藍色按下去會通電... 直鐵會... 會有用... 然後... 紅色的拉桿拉下來... 轉了兩圈... 喔... 我要夾隊... 嘿... 喔... 我懂了... 是... 超酷... 超酷... 他的螺絲轉盤喔... 喔... 他有延遲時間喔... 剛剛好... 很好很好... 拿起來... 插上去... 好耶... 喔... 這遊戲的模組跟動態做得很好欸... 這鑰匙是幹嘛... 喔... 把那個... 把那個... 機關給炸掉... 超好玩欸... 放到這裡... 喔... 又是跟剛剛那一關很像... 好的... 好的... 我沒有辦法... 喔... 還有轉面... 腦袋腦袋... 運作不能... OK...轉過來... 天啊... 這是三歲智商都會玩的玩具對不對... 我解不開各位... 這... 呃...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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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商不足是不是啊... 有了... 有了... 按鈕給它按下去... 拿到了一個... 奇怪的... 咚咚... 先把... 這個拉起來... 然後再把東西塞上去... 超好玩... 超好玩... 我們... 呃... 幹掉這隻大Boss之後... 我們... 就來看一下一款遊戲好了好不好... 好玩愧好玩啦... 但我不知道它的終點在哪裡... 欸咻... 拿起來... 然後... 這個... 拉...上...去嗎... 然後... 引爆... 啊...我沒有武器... 等一下... HockeyWalking要怎麼辦... 等一下... 等一下... 東西在上面啊... 那麼急幹嘛啊... 好的... 欸... 把... 東西拿起來... 欸... 推薦大家可以去下載這款遊戲耶... 好玩ㄟ... 好玩ㄟ... 我來了... 我們今天送它去地獄... 好了... 欸... 我們被它咬到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給它咬一咬看好了... 會有Jumpscare嗎各位... 啊... 呵呵呵... 欸... 模組做得很好耶... 呵呵... 這是它自己重做的... 這... 這不是作者... 這不是作者... 就是你直接copy遊戲的耶... 欸... 做得很棒耶... 好吧... 這個拿起來... 然後... 鑰匙拿起來... 欸... 咻... 拉桿拿起來... OK... 東西拿起來... 這個拉下來... 然後... 我們把東西放上去... 來囉各位... 準備... 送... Hockey下地獄... 小心... 小心... 呵呵...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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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下去啦... 下去啦... 不... 好耶... 下一款遊戲... 嗨... 再到下一款遊戲之前咧... 欸... 先到我的YouTube上面來看看好了... 我... 收到很多很多很多留言說... 阿沙阿沙... 你知道POPP Playtime Chapter 3... 第三章節的預告已經出來了嗎... 各位... 各位... 我們... 來看看大家說的那個是什麼好了... POPPY... POPP Playtime Chapter 3... 然後... 打個Trailer... 這個是... 你們... 口中傳聞中的預告片...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這個是... 假的... 你只要搜尋下去之後咧... 欸... 你就可以找到... 千百種... 好不好... 千百種第三章節的預告片... 每一個... 每一個... 通通都是二創... 通通都是假的... 第三章節來... 我自己猜啦... 嗯... 看作者群他們... 欸... 做遊戲的速度... 已經算是... 已經算是... 獨立工作室裡面... 做遊戲算是快的... 但是... 再快... 至少... 也需要等到半年到一年以上... 好不好...各位... 沒有...沒有...沒有那麼快... 你們說的預告片是這些對不對... 什麼... Daddy Long Leg... 還是Daddy Long Hand... 還是Daddy Long Neck... 還是Daddy Long Feet... 之類的... 這些... 通通都是假的... 看一下就知道... 右上角... 等一下各位... 右上角... 他連... 他連去背都沒去好... 你有注意到他旁邊... 他旁邊那個... Kissimisi是藍藍的嗎... 哈哈哈哈... 這是直接改顏色... 這是丟進Potoshop裡面改的... 好嗎...各位... 然後... 點進來之後呢... 這裡可以看到... 實驗體1006... 這些東西是假的啦...各位... 不要再說這些真的啦... 你... 隨便... 我甚至... 真的有耶... 我告訴大家啦... 我告訴大家啦... 跌打字體完全不一樣... 我告訴大家啦... 這個... 第三章節啊... 還沒有出來... 怎麼判斷到底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 直接...搜尋官方的頻道... 欸... 這個都是官方的頻道... 點進去之後呢... 所有的預告... 正式版的預告... 通通都會在這個地方... 除了這裡之外的... 每一個預告... 全部都是假的... 下一次... 你可以看到有人說... 阿神阿神... 我看到第三章節已經出來了... 你就可以笑話說... 哼... 沒看阿神的影片齁... 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都分不清楚... 好... 幫大家留言破解一下... 從現在開始... 你又是一個更聰明的BOB了... 喔...說到留言破解... 就讓我想到二創故事... 有...有... 有一些小朋友... 也會把一些二創故事... 當成真的的故事... 我隨便打... poppy playtime story... STORY... 你就會看到一大堆的二創故事... 尤其是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呢... 已經有一億個觀看數了... 他的故事劇情其實... 做得還蠻不錯的... 但是... 再次跟大家科普一下下... 這個故事... 不等於... 不等於... poppy playtime原本的故事... 這只是... 二創同仁創造出來的故事... 別人自己寫出來... 自己幻想出來的... 所以... 千萬千萬... 不要把這個當成原本的故事內... 好不好... 好... 那我們... 撈叨了很多... 回到遊戲中... GOGO... 下款遊戲呢... 是一款... 評價很高的二創遊戲... 我看上面的... Kissimissi... 好可愛喔... 我看到... 遠方有淡淡的HuggyWoggy的那個地方... 它那個臘腸嘴... 然後我的手... 不像是遊戲中的手耶... 這裡還有分章節耶... 有分章節1 2 3... 那章節1... 這邊可以看到HuggyWoggy... 章節... 章... 章節2... 怎麼今天看到佛萊迪啊... 章節3... 我們這邊可以看... 為什麼有魷魚遊戲啊... 而且這個貓咪的顏色... 這是異色版本的貓咪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直接GOGO看看... 這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遊戲囉... WOW... WOW... 挺像的耶... 挺像的耶... 那是什麼東西啊... 欸... 它雖然不是百分之百完全中的超... 但是... 但是... 好可愛喔... 這隻Huggy好可愛喔... 找... 怎麼... 查找禮品中的代碼已打開安全房間... 是指說我們要... 先過來這個地方是不是... 上面寫說... Gift Shop... 這裡是那個耶... 這裡是禮品店... 欸... 上面那個火車不見了... 它不需要用火車去... 好可愛喔... 我可以摸它嗎... 沒有辦法摸它... 我可以跳... 好的好的好的... 所以我需要去碰這個東西... 是不是要... 密碼是... 藍、紅、紅、綠... 這個藍是哪個藍啊... 是右上角這個藍啊... 還是正下方這個藍啊... 這是欺負... 這是欺負有色弱的... 色弱的人吧... 應該是正下方這個... 藍、紅、紅、綠... 所以我是要... 直接...這個... 喔... 我要到後面這間房間去點它啦... 喔... 它其實做得很好耶... 欸... 做得... 做得是可以玩的那種耶... 這裡什麼時候有這種空間啊... 這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有件與我們剛剛有看到... 看到... 看到... 看到魷魚遊戲... 這跟魷魚遊戲有關係嗎... 然後為什麼會有挖鏡啊... 什麼是所謂玩具啊... 不用了謝謝... 它幫我留著左上角耶... 我的左上角... 上面有個挖鏡... 太好了... 可能等一下需要潛水吧... 喔... OK... 藍... 它那個藍... 變無...位... 真的嗎... 還是一直都是在這個位置... 藍... 紅... 呃... 綠... 開了嗎... 開了... 為什麼有minecraft... 哈哈哈哈哈哈... 哪來的minecraft的東西啊... 手手... 我們有手手了... OK... 我該怎麼使用手手... 可以耶... 可以抓東西嗎... 可以耶... 抓不住... 它只能夠推東西... 可以推天梯嗎... 到底為什麼啊... 這個應該是... 作者想說它... 那個... 開發程式裡面有什麼東西... 它通通都塞進來就對了... 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熱...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 按這個按鈕... 它下面寫說... 使用wrap pack... 來打開擁抱石... 擁抱石是Huggy的Hug嗎... 喔... 原來那間房間叫做擁抱石喔... 然後wrap pack是我們... 後面背的這個... 抓抓手... 打開... 電源石... 喔...它的... 手其實挺可愛的耶... OK... 為什麼是你啊... 嘿嘿嘿嘿嘿... 還會動嗎... 是Kissy Misy耶... 是Kissy Misy耶... 上面寫Huggy耶... 噴笑耶喔... 不對勒... 唉唷... 他老兄剛剛是動了嗎... 還是... 喔...他在動耶... 還是我的錯覺耶... 他真的有在動... 他真的有在動... 找到開關打開電動室... 好的... 他的手怎麼像是樂高啊... 樂高手手... 好的... 那... 呃... 開關是這個東西嗎... 所以等一下... 我會有... 鑰匙... 要拿嗎... 沒有... 沒有鑰匙要拿... 是...這個嗎... 喔... 開了... 剛剛這裡好像是鎖起來了對不對... WOW... 更多Minecraft的東東... 有時鐘耶... 這可以推嗎... 可以...可以... 這到底什麼啊... 我到底撿到了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應該需要... 這個樣子... 什麼聲音... 不會不見了吧... Kissi Pissi... 嘿嘿嘿嘿嘿... Kissi... Kissi消失了... 呃... 通過打開電源來... 什麼... 解除鎖定... 他的...他的翻譯真的是很... 怪... 但... 我開了... 哪來的鋼彈啊... 我一直不知道該怎麼吐吵了耶... 彩虹小馬... 呃... 好... 不...不收集... 白不收集嘛... 對不對... 然後這些方塊... 擋住我的曲路... 能夠直接跳過來... 挺方便的... 找到... 四個能量電池... 喔... 所以我們來到倉庫區了是不是啊... 對耶... 第一個能量電池... 它跟遊戲的... 哇...好可愛喔... 它跟遊戲的... 呃... 進度差不多... 就是... 解謎的流程很像... 很像... 但是... 地圖完全不一樣... 我找到兩個了... 然後... 這裡是... 等一下... 天花板上面會運過來... 是不是... 好...我該如何... 喔...那是什麼啊... 那是玩具爽的東西嗎... 我可以... 我可以剪剪東西耶... 它其實做得不... 還是是逼波吼啊... 呵呵... 它其實做得不錯耶... 呃... 用兩隻手來解鎖這個曲... 找到了手手了... 喔... 我兩隻手手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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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聲音啦... 我聽到走路的聲音耶... 嗯... 剛剛那個聲音應該是... 走路的聲音對不對... 只是不知道... 現在追我的到底是... Huggie Wuggie還是Kissimissi啊... 呃... 我完全搞不懂... 這款遊戲現在追我的是誰耶... 好...我該如何... 同時瞄準兩個地方呢... 這個樣子嗎... 然後再瞄準這... 好... 做得到... 只是有點麻煩... 打開所有的燈開關... 前面有一顆球... 我已經快蒐集到每一個東西了... 嗯... 然後它很貼心的都有在牆壁上面... 放一個YouTube的... 快轉標誌... 呵呵呵... 繼續往前走... 這裡應該是通風館... 啦... 對不對... 等一下會有追逐站嗎... 好期待喔... OK... 沒有人... 接著... 來到... 這一... 應該是... 哪一區呢... 呵呵呵... 我今天有點認不清楚... 這裡是哪裡了... 但... 這裡是製作玩具的地方嗎... 如果是的話... 等一下... 是不是就要有東西衝出來追我們啦... 對不對... 這到底是幹嘛啦... 走開... 走開... 呵呵... 好像夜市的那個喔... 夜市的那個推水瓶喔... 好了好了... 通通走開... 好的... 它不需要同一時間... 每一個... 全部都壓上去... 挺... 方便的... 不然我不知道我去哪裡伸出這麼多隻手... 頭頂機房... 是指出我下一個要去的地方是不是... 好的好的好的... 欸... 對這種未經遊戲其實有點恐怖耶... 就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突然跑出一個什麼東西... 而且這遊戲操作其實滿便扭的... 好... 接著我們要找到五個... 五個電池... 來... 開啟遊戲機... 然後拿到一個... 女巫帽... 超讚... 啊... 有...喔... 玩具機器是那個吧... 對不對... 製作玩具的機器... 這是什麼猴子啊... 這是猴子還是老鼠... 你們看得出來這是什麼塗鴉嗎... 我不知道作者到底是... 可愛小星星... 可愛... 喔... 收集了那麼多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幹嘛的耶... 可以使用嗎... 我點了它... 也沒有什麼反應... 喔... 是不是逃脫出去的標記耶... 喔...不會沒有追逐... 就逃脫出去吧... 我很難過喔... 我會超難... 好可愛... 好可愛... 欸... 可以收集你嗎... 不行... 喔... 它是我們要... 它是我們要做出來的玩具啦... 什麼... 熊來了... 熊是誰... 喔... 熊... 熊是他... 等一下有追逐戰... 喔... 你是熊... 哈哈... 什麼是熊啊... 我能夠打他嗎... Kissimichi... 不行... 不能夠打他... OMG... 箭頭箭頭... 我相信你喔... 我相信你... 哈哈... 給他怪恐怖的啦... 哪裡啊... 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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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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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恐怖耶... 哈哈哈哈... 胖月被嚇到了嗎... 哈哈... 沒有沒有... 欸...好玩耶... 好玩耶... 欸... 亂七八糟好玩一通耶... 而且他的操作超級別扭... 所以被東西追的時候超恐怖... 欸... 他還有第二章節跟第三章節... 大家會想看到... 我把這款遊戲給玩玩嗎... 哈哈哈... 也許下一次我們可以再找更多更多更多... 智障智障智障的HuggyWoggy同人座的遊戲對不對... Alright... 今天這一集... 差不多到這裡... 告一個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種... 我在手機商店上面找一些... 怪怪奇怪的遊戲玩給大家看... 如果... 大家想看看HuggyWoggy還有什麼... 奇奇怪怪的同人座的遊戲的話... 別忘了給他留下一個... 達到的喜歡... 如果知道... 那我們就... 下集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